如果你把所有的技巧都考虑在内,你就会看到你生活的变化,你会用更大的钱包来回馈你的努力。 记住增加财富是你自己的责任,没有人会愿意帮助你,此次视频为深度干货。 以我从芝加哥布斯商学院毕业,到目前为止发展这么久的事业,所总结的经验。 建议多看几遍,用笔记记录下来,反复观看阅读,换围自己的东西。 但在开始前,还是提醒一下,我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如何提前十年实现财务自由,更多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的内容,让浩然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思维认知上的升级。 逆学一,良好的的金钱心态,头脑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帮助你塑造你想成为的人,这同样适用于你对金钱的看法。 如果你有一个糟糕的金钱心态,你就会继续做出糟糕的财务决定。 所以需要在薪水间的循环中,你可以将贫穷心态,转变为富有的心态,有个正确的习惯。 如果你想继续保持积极性,可以建立一个包含你所有财务目标的愿景版。 每天起床或睡觉时不断地幻想它,仿佛这些目标已经达成,每天不断地用这些信息。 滋养你的大脑,利用吸引力法则,让宇宙知道你想要什么,避免将金钱视为邪恶的。 甚至将金钱视为敌人,即使你目前一无所有,也不要认为自己很穷,而是认为自己有大量的财富,这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当你相信有大量的金钱资源机会时,相信自己为赚钱做好准备的时候,那么你将真正有资格并变的富有。 在此我建议大家阅读《朗达伴恩所著的秘密》这本书,里面有详细的讲解,无论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感恩什么,最后就会带来什么。 逆绝二,制定计划,一切发展成辉煌成就的事情,都是从计划开始的,你不能只是有一个想法,然后认为它会成功。 如果你现在被问到,你是否有计划变得富有,甚至在进一步发展之前,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如果你的回答是,是的,我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能让我的收入翻一翻,那么你就走在致富的正确轨道上,制定一个致富计划,大多数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或两个想法,才能让它发挥作用。 但想法是需要贴现现实的,如果你说我要做一年内赚一个亿,我要买彩票中一千万的大价,这些都很难实现,因为没有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你的薪水是五千元,而你想设为一万元以上,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先观察哪些工作的薪水,能达到一万元以上的,再去努力的符合那个门槛的标准。 比如,我认为编程很不错,我想提升收入,那我计划在一年内学会编程语言,为了尽快实现计划,我去报个班也行,如果还有学历要求,我也可以重新学习,去拿个大学毕业证等,如果小年收入百万以上,同时是需要明确的计划,我如何才能每日赚钱十万元呢?有什么好的项目适合我做的? 这时,你就该拓展你的朋友圈,努力减少认知差。 请记住,忙碌并不意味着你有效率,清理浪费时间,并给予你人物动作关注。 或许你现在用大量的时间,来刷抖音,看小说等,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或许你会玩游戏到很晚,甚至通宵,这样的话,会让你第二天工作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对,又或许你把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社交媒体上面,比如刷微博看八卦,研究如何发布条,吸引人的朋友圈,如果你打算如何致富,请尽量克制住在这些上面,过多的消耗时间。 一些最富有的人,甚至都不管理他们的社交账号,都是交给工作团队带管理的,更别说是玩游戏了,当然,这些无意义是事情不是说不能玩,是要减少浪费的时间。 在你工作结束后,稍微放松下是可以的,但别沉迷,有些人也同样适用于罪恶的快乐,和奢侈品的渴望,比如每年9月发布的iPhone,每次更新的数码产品等。 你应该有积累资产,而不是负债的愿望,想象一下自己没有钱,但你又不愿意做那些,把钱放进口袋里的事情,或许你会成为一个白手起家的奇迹,也许这是一个没人知道的谜。 秘訣四,增强自己的价值感。 有时像孩子一样,学习一种东西会更容易,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权力逐渐渗入我们周围的文化。 我们从小就无所畏惧,我们会要求我们想要的东西,而不会去质疑它会如何,或从哪里来。 不管你的情况如何,事实是,没有人生来贫穷,而且注定要受苦,如果你相信自己有能力,获得财务自由,那么你的价值感就会逐渐增强,但随着思考和行动的信念也会增强。 朝着你的目标行动,并放弃对自己毫无意义的事,从事有益于你的梦想和目标的事情。 秘诀五,选择你的朋友。 专家说,你的收入取决于你最好的五个朋友的平均数,如果你在一堆土豆旁闲过,你就会看到你在这里得到了什么,或者跟随有消极心态的人,你最终就会像他们一样。 因为你们有共同的想法,和彼此的习惯,如果你们都在经济上挣扎,而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么拯救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结束这些关系,以避免进一步的挫折。 关于他,除非采取行动,否则你很可能会保持与朋友相同的位置,减少在一起的时间,不然他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扼杀你的野心,或者你希望变得跟他们一样。 所以结交与你有同样野心的朋友,无论是来自客户的长辈,还是那些发了财的领居。 如果你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的经历会帮助到你的生活,并缩短你在失败经历中的很多时间。 秘诀六 开始投资,你可以先开始小额储蓄,任何有这些资金,可以投资更好的东西。 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你在银行账户里,留下一万元十年,随着时间都推移会让你变得富有。 你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因为随着时间富有,资产会逐渐增加的,但答案是否定的。 它会因通货膨胀而减少,如果它是一个高速增长的银行账户,有很多小额开支。 你的账户与我可能为零,所以在银行储蓄,应该不在你的投资清单上。 投资储蓄是你用它赚更多的钱,大多数人往往会存下一大笔钱,结果却把钱花在了负债上。 比如买新车或换新iPhone,它们不会让你变得富有。 你需要开始投资一个项目,购买股票或者进入房地产。 简单的是,你需要将钱流动起来,让钱为你打工,从而实现钱生钱。 如果你发现错过了,很多会带来利润的东西。 不要对损失感到震惊,未来,有很多机会等着你,你要学习如何抓住它们。 但你必须首先通过存钱和学习投资的基础知识,为它们做好准备。 逆绝期,嫁给有钱的伴侣,虽然这听起来很俗气,但这是致富最快的方式之一。 但请别误会我的意思,你有听过多少一月飞上志头的人? 很少是吧,因为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特别是现在的社会,嫁给以前的伴侣。 需要自身有一定实力的,并不是说你有多少钱,而是你自身的软实力,比如有个很高的文凭。 有很广的生意人脉,有很好的气质等等,需要双方价值相对平等,才能使关系更加长久。 而不是像现在的人,都想找个有钱人,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有钱人,你会看得上自己吗? 虽然这听起来很难听,但这就是事实,想从找有钱人伴侣,这条我白手起下的话, 则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达成能与对方匹配的软实力。 而在软实力面前,万贸是不值一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富豪的伴侣,也不是很漂亮的原因。 秘诀八,学习一项高收入技能,这可能是这份清单上唯一的一件事,可以让你从零开始变得富有。 因为你正在使用,你已经拥有的技能,在营销世界中创造金融财富。 有一个技能叫做金钱技能,通常被称为对金钱的热情,这句话解释了自己所设计的所有内容, 就是交换你的金钱技能,如果你没有技能,你可以考虑学习一项需求量很大的高收入技能,并开始用它挣钱。 幸运的是,有很多人选择王,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个人喜好和个人才能, 如果你不确定从哪里开始,并且对技术产生兴趣,请根据你的热情进行广泛研究, 以使这次体验变得有价值,一些考虑的技能,比如王岸,计算机编程或者人工智能, 显然,没有什么神奇的方法,可以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 金钱增长是需要金钱或技能,通过时间复利,来创造更多的财富, 你必须起床并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因为你,真正的从临开始, 如果你把所有的技巧都考虑在内,你就会看到你生活的变化, 你会用更丰富的银行账户,来回馈你的努力,请记住,积累财富是你的责任, 没有人会原因帮忙,如果你自己都不愿帮助自己, 那就只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喧嚣,笑声无分文。